二手住宅楼价跌势转急 反映主要大型屋苑 二手住宅楼市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 最新报159.87 创约8个月 32周新低 岸周跌1.1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指出 展望今年第四季CCL目标下是148 除了蒸发今年全年楼价升幅外 并较去年低位156.37再跌跌5.35% 回到2017年5月水平 杨明仪指出 整体楼价跌势未止 CCL年跌5周共3.36% 跌幅明显扩大 今年整体楼价升幅已收窄至1.98% 由于楼市受银行宣布将上条案息 9月13日启得第二区2号 及3号住宅用地每方尺楼面地价 创同区九年半身低 以及9月14日团门新盘海和山公布首张价单 折实最低尺价 创同区一手新例后新低等负面消息影响 预期二手楼价将继续下跌 而上述事件对二手住宅楼价的影响 将会在10月上旬公布的CCL 才开始陆续反映 杨明仪估计CCL快将跌穿去年12月的156.37低位 展望今年第四季CCL目标下是148 除了蒸发今年全年楼价升幅外 预料将较去年低位再跌约5.35% 四大分区楼价指数3跌1升 新界西楼价指数部145.61 岸州插2.75% 连跌三周共5.02% 新界东楼价指数为175.07 岸州回落1% 九龙分区楼价指数部153 岸州卸1.91% 连跌二周共2.44% 港岛分区楼价指数连续两周亦史向上 最新报163.49 岸州上扬1.41% 延升二周共1.49% 周五、十五日 公布的CCL 是根据今年9月4至10日签订正式买卖合约的中原集团成交计算 当中有近七成半交易是在8月21日至27日签订临时买卖合约 自今年8月3日由唐新盘亲凯义公布首张假单后第三周市况